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春天种植的很多的西红柿 终于现在都 大批的收获了 收获了 大批的收获了 现在那么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怎样保存它 让它们能够 我们今年一年都能吃到 这样的鲜美的西红柿 那当然就是做西红柿酱啦 所以说呢 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自己摸索出来一种办法 然后这种办法呢 保存西红柿能原有的味道 而且呢 就是说 它的这个 制作呢 也非常简单 这个我们除了就是说 把吃不完的西红柿 集中起来做这个西红柿酱 同时呢 我们也有时候到Farm Market 去买一些熟透的西红柿酱 因为呢 这个西红柿酱 我们发现它的味道特别鲜美 跟那个新鲜的 自己后院种出来的西红柿味道一样 如果用这个西红柿酱来做这个 做汤 下面条 或者是做牛尾汤啊 把它放里边 都特别的好 而且呢 我们家孩子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西红柿酱 用西红柿酱 他们用来做这个 涮羊肉啊 牛肉片放里边 说哎呀 特别好吃 最后呢 连那个汤都喝得光光的 所以说更加鼓励我每年呢 都做一点这个西红柿酱 这个做西红柿酱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 把熟透的西红柿把它洗干净 然后呢 就是再烧水 烧一锅开水 把它放里边烫一下 然后把皮剥掉 那个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一定不要有油腻的东西 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没有油腻的锅和盆 把这些东西呢 处理一下 这个水烧海了以后呢 就把这些西红柿呢 都放到这里边 稍微一烫 就稍微一烫 然后能把那个皮剥下来就行 不用烫很大 烫的目的 一个是把皮去掉 很容易剥皮 再一个 有不烫剥不了皮 再一个 可能就是把这个表皮的一些菌啊 什么东西都杀掉 消毒的作用 像这个就已经好了 你看这个皮 看了吗 这个皮都已经开始爆出来了 对 这样的就可以了 你不用烫很厉害 这样的就很容易剥 皮 你看这个也好了 看了吗 哦 就是好像是像烫伤的那种感觉一样 皮油脂 这都可以了 看 看了吗 看了吗 它都裂了 都裂了 一说明皮就很容易剥了 就可以了 这个你看 这有一点点裂开就可以了 你看了吗 哦 这 看了吗 对 都裂开了 把这样剥皮 皮剥掉 我也就剥掉了 把这个皮剥掉 这带的皮也挺好 就再这样切一切 切成一块一块的 因为我的这个 这有一个大锅 对 又有一个大锅 这个锅非常深 所以用来煮这个东西特别好 不容易崩出来 像这个其实还没爆皮 但是已经都好了 就把它炸了 稍微把皮给它捅破一点 就可以解开它 按照这个方法呢 把所有的西红柿都这样烫一烫 然后剥了皮 然后再切成块 然后下一步就可以上锅里去煮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 把其他的都处理一下 这个西红柿切好了以后呢 就把它放到这个大锅里边 然后放到火里去煮去 煮呢 这个煮的时间应该比较长一点 要一直的煮呀 煮 其实呢 西红柿都煮滑了一样 最后都没有一点 而那个白的末 那个时候就煮好了 这个对 这个西红柿呢 就是说怎么吃有营养 那你要看吃什么样的营养了 如果说吃维生素系的话 那当然生吃的话 它的维生素系含量高 但是如果说吃它的红色素的话 那么煮的时间越长 它的红色素出来的越多 而且实际上吃西红柿很多的 就是说比较好的成分就是西红柿里边的红色素 这个呢就是要经过充分的煮 它才能够释放出来 这个红色素呢 对抗癌各个方面好像好处都比较大 抗氧化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意大利腹的里边 为什么很健康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它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西红柿 红色素在里边 那么意大利的这个腹的 他们那个西红柿酱 往往都煮20多个小时 所以煮很长时间 就是说要充分的煮 煮一会儿呢 就是说西红柿都煮得快化了 然后你看里边的泡沫会越来越多 然后等着你把这些泡沫都煮的 最后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就说明这个西红柿已经煮好了 那咱们就开始煮吧 嗯 关上锅煮就行了 然后盖上盖煮 然后过一会儿你就再拿出来 再搅一搅就行 这就防止它煮糊了 糊不了 对了 再还有一点就是要说明一下 这里边你看有水吧 但是呢我们没有放一点水 就是纯西红柿切了以后 然后西红柿里边的那个水就都溜出来了 所以说你在煮西红柿酱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水里边 哦 对 就是说 烫好剥皮切块 然后放锅里煮 不要添加任何的水分 哦 那这就是这些液体都是西红柿的 西红柿本身自己出来的西红柿汁 对 嗯 好 煮吧 OK煮 使劲煮 不会煮糊了 因为它这个里面全是水分 对 不过还是要猫腻它 你要看就要掺出来 过一会你就要搅一搅 嗯 防止它做锅 好 好 好 你看煮了一小会儿 这个泡沫就出来了 很多的泡沫 你看咕咕咕咕咕咕 对 泡沫越来越多 然后你再煮再煮 煮一段时间 这个泡沫就就没了 到那个时候就煮好 就累了 对 看现在泡沫比原先还多 越煮越多 就有很多的泡沫 你看这泡沫很多吧 你要过一段时间 你就要在这搅一搅它 泡沫会越来越多 然后再变得越来越少 你看 嗯 原先还没这么多泡沫 现在这个泡沫都出来了 我过一段时间就搅一点 多 泡沫越来越多 上面都是泡沫 这样开始开了之后 最好就是说不要再盖盖了 就是尝着口 让它煮就行了 这样会有利于这个水分的蒸发 就把它加 多余的水分 你如果自己家里没有这么多的西红柿 还是可以到Farmer Market去 买那些熟透的西红柿 回家煮 但是去的时候有个小窍门 去的时候不要早去 等到Farmer Market快要去 快结束的时候 然后这时候进去去收购去 一下子就收购一大下的西红柿 价格有时候比较便宜 因为它的最后不能放了 它有可能就降价处理 对 所以你可以去买一下子回来煮 这也是个窍门 对 就这样子 看着就行了 看着煮吧 再煮一会儿 没看看煮的什么时候 其实你不用看时间了 就看着直到把这些泡沫全煮光 煮了没有了 那就煮好了 煮吧 现在煮的这个样子 你看上面的泡沫都没有了吧 一点泡沫也没有了 这就说明煮的差不多了 Ready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火关上 关上以后 它凉了以后就可以装瓶 OK 好 关火了 可以了 这个西红柿凉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到瓶里边 一个一个的 这个瓶呢 我们前面说过 就是在使用之前 一定要高温消毒 然后控干 晾干里边的水 那装瓶的时候 就是不要装的太满 要有一定的距离 这样再蒸的时候 它就不会把它烹出来 这个西红柿酱 就是说我们 如果说你不是很多 很快就能吃完的话 这样装起来 然后盖上这个盖 就可以放好几个月 但是如果说你想 放时间更长的话 那么就可以呢 把这个西红柿呢 盖上盖以后 放到锅里再蒸一蒸 这个盖呢 我们建议大家 买这种盖瓶子 就是说 Warmat还有什么 好多地方有卖的Target 都有卖这种瓶 这种瓶呢 就是有这种东西 然后呢 你把它扣上 扣上以后 再把它这个 扣上以后呢 再用这个东西把它拧紧 如果说你几个月之内 你没有很多 几个月就能吃吃了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蒸了 如果你想放的时间长一点 那你就可以放到锅里 再蒸一蒸煮一煮 这个西红柿酱长到盒里 盖上盖以后呢 你就把它放到这个锅里边 然后呢 放到水里煮开 然后煮开三四分钟就可以了 就是主要是把它 把那个蒸汽给挤出来 这样的话可以蒸空这样里边 对 主要是样子蒸空 蒸空以后就可以存放的时间更长一些 对 因为你在用的时候 蒸好以后 你会发现那个盖紧紧的贴在那个瓶子上 对 你要打 所以密封的非常好 对 你到时候用的时候想打开 都会很紧 你会发现 所以说就能存放很长时间 对 能放一年都没问题 对 那盖上盖 煮一煮就行了 好 开 这个煮好的西红柿瓶呢 我们把瓶放到那个锅里煮好以后 我们把它拿出来 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非常漂亮啊 而且吃起来味道特别好 等着没有新鲜的西红柿吃了 你们就可以把这些西红柿瓶里 这个瓶里的西红柿酱倒出来 下面条做汤 然后煮牛尾汤啊 都非常非常的鲜美 可好吃了 嗯 再一个呢 就是说这瓶呢 你看经过 在锅里煮几分钟以后 你看它的这个盖 都紧紧的 对 紧紧的扣在那个瓶子上 当你打开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很紧 所以里边都真空了 这样就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如果说你的冰箱里有地方 你可以放冰箱里 如果冰箱没地方 你就放到厨子里就行了 因为它已经真空了 可以放很长很长时间 再一个呢 就是吃的时候呢 因为这一瓶西红柿酱 实际上是需要很多的西红柿 才能做成的 所以吃的时候 你不需要一次倒很多 你每一次就少倒一点里边 这个味道就非常鲜美 有很多很多的红色素 所以说一次不需要吃很多 好 希望我们今天的视频 对大家会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视频 谢谢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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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点赞和订阅